好,下面讲的四肢分析 这又问了哈 这个十二元旗归设为能隐 所隐,能生,所生四肢 这四肢表示两重因果 还是一重因果 如表示两重因果 那么前一重所隐中 缺少生和老死 后一重能生中呢 缺少无明,行,以及阴卫时 都不完整 卢表一重因果 那么已经生起了果位时 乃至于受后面再生爱等不合道理 答没有过时 因为能隐之所生的法 正是能生之所生的法 当所隐产生之后 随即在所隐之上必定要有生与老死 它是这么解答的 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个十二元旗归设 这两重因果又是互为因果的 这两重因果不是隔裂开来的 为什么说两重因果呢 如此表示有两种必要 其一是为了显示出 因果、苦地和生果的苦地之间的差别 因果、苦地和生果、苦地之间的差别 因为前者在所隐味上 只有种者 自体未成 所以是未来方寿之苦 而后者是以生苦味 宪法继续感苦 其二是为了说明果的受生 有两种因 既能隐因 既所隐 生起之因 故说两重因果 这个十二元旗归之中呢 有生和老死 这两个之呢 是为苦地所舍 且是宪法为苦 宪法为苦 生苦和老死苦 后面是十、明舍、六路、处、寿 这五支呢 是当来为苦 是为苦地所舍 这里说到这个所隐 这个所隐呢 就是果未时 第三个就是果未时 因为第三个时呢 分为因未时和果未时 分成两个半支 还有明舍、六路、处和寿 为所隐 能隐呢 就是无明 发起的这个心 是能隐 那么呢 接下来呢 就是由因未时 就是第三个半支 因未时中呢 熏业习气 由此能隐 后面是呢 由既此所熏的习气 如欲爱取有之能生 便能转成如是诸果 他是这样 再重复地解释了一下 这个能隐和缩隐 这个是通过不同的角度 来解释一下 让我们理解得更深刻一点 就是 这里说以三项来解释 能生和所生 第一个是 以爱缘取 以爱缘取 这样能生 生和老死呢 为所生 由行 与时所熏夜习 这个行 与时所熏的夜习呢 经过不断地论发 使之力大堪能 而敢下世果之功能 这个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 这个生呢 我们说如何生 我们是怎么生的呢 就是这个行是关键 就是我们说业力 业的力量 业习呢 经过不断地爱缺有的论发 行是上辈子的业 这辈子呢 就是爱和缺造的业 使这个业力呢 不断地增强 而敢生下世的果 这就是我们主要说的圣 这就是我们主要说的圣 这样 如是呢 可由世之解释 三有中 生死流转的现象 即由于越果的无名 所使 生起不善之行 而造不善业的同时呢 既在这个时中 熏染恶业习气 就是跟时相应的心锁里面 熏染这个业习 因为时是心王呢 心锁是跟时相随的 令其堪称三恶曲中 果实之时 乃至于受 那有了恶曲中的这个时呢 然后呢 就要感受苦果 是以爱曲素素认法 这次业习呢 渐渐增长实力 从而在来世恶曲中 感受生与老实 这个是讲这个不善业了 由这个 于无我空性的无名所使 我们说的于有两种 业果于和这个 真实义于 真实义于 那么这个于 无我空性的无名所使呢 生起欲界 所设的持戒等浮行 或有上界所设的禅定等 不动性 这样于时中熏喜 令其堪称欲界善曲 以及上界天 国为之时 乃至于受 赤与爱曲 素素润发 这次业力 渐有实力 以来诗诸善曲中 感得生于老实 那这两种 后面就讲得很清楚了 就不再做解释 我们对这个十二元起之呢 就是有了一个 比较全面的了解 由此呢 也可以误导这个 无我的空性 我们可以反复地思维 无名 缘行 行缘诗 诗分 因为诗 果未诗 它这个诗呢 取着一个识别的作用 带动这个 爱和曲来造业的 有了名色 然后六入处 然后有寿 这个时候才会有 爱曲有 所以说我们 前世的业是行 这世的业呢 就是爱曲有 那这个生和老实呢 这是一个现象 这是一个果了 生呢 就是这世的果了 下世的开始 这都属于生老实 无名呢 是根了 那总的一句话 就是这个十二元起呢 都离不开这个心 十二元起之呢 每一之都是离不开心的 无名也是因为心无名 并不是另外一个无名 是因为心而不知真相 心处于无名的状态 那么行也是 心造的业 过去是积累的业的习气 那十呢 是心的了别作用 明色呢 是心的制作色法 包裹色法 就是心跟色法呢 附着在一起 包裹在一起了 然后呢 产生六路 六路也是心 跟这个明色 包在一起呢 生出这个六根来 这个六根主要是指眼根呢 耳根和鼻根 舌根 那么呢 生根和乙根呢 本来就在里面 那么呢 有了六根呢 就可以跟六成相接触 还是这个心在作用 然后有受 也是心在感受 爱也是心在爱 取也是心要去取 有也是心要占有 生也是心在生 老死都是心的一种感受 那么呢 这都是心的一种轮转 那里面没有一个 我在里面 本来就是 无明就是制作用我了 就是因为无明 制作用我 才会有这个轮转 那个破除这个我 折了以后呢 哎 轮回的根呢 就断了 啊 这些花呀 果呀自然就枯萎 无明是根 后面呢 都是属于花果 它自动就会慢慢地哭 所以我们修行呢 先破无明 然后呢 来对峙贪爱 跟上其实很容易 啊 我们先从这个贪爱 和取这里来 开始修行 先不要滋论它 啊 先不要滋论 爱和取是滋论的 那么呢 就不会增长 这个行的作用 这个行呢 就是过去的业 那我们要把过去的业 也要消掉 嗯 先阻止 这一生造的业 这一生先不造业 就是爱去有 先停下来 然后还要 消除这个行 这个行呢 就是过去的业 还要对峙它 它会翻出来 我们还要想办法去解决它 所以说呢 修行呢 也很简单 这三因缘呢 分成四个方面 一个是能生之 一个是所生之 能引之 还有所引之 那这四肢呢 关系 大概了解了一下 这两组织呢 它们之间的关系呢 是这样的 嗯